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 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林小琴小姐 她和丈夫在台湾的景文科技大学的学生餐厅里面 开设了琴妈厨房 那么丈夫有时候工作结束 就会一起到琴妈厨房来帮忙 夫妻俩童心和伊达里店面 恩爱的模样可以说是羡煞旁人 不过这是小琴姐的第二次婚姻 她在基督信仰的帮助下走出了第一段婚姻的失败 后来小琴姐第二次踏入婚姻的殿堂 以为父亲俩都是基督徒 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吧 但是婚后才发现 哇不是困难重重 这些生活的难题几乎要磨光爱情 也让她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们可以从互相指责到现在连斗嘴都是一种甜蜜 甚至这种恩爱夫妻的模样会羡煞旁人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他们的关系改变了 就特别邀请到小琴姐来到节目当中 要从她的故事来和我们说一说幸福婚姻的秘诀 原才非常欢迎林小琴小姐 哎呀 音璐好 是 小琴姐好 是 小琴姐的声音好开朗哦 哇 这个笑声都可以听出开朗 我又憋着 不能太大声 憋着 所以本身个性是比较爽朗那种的 是是是 那会不会作风也蛮海派型的那种 很海派 很海派 对 很海派 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谈到说 小琴姐现在主要负责勤妈厨房吗 是 大概多久时间了 我去年的9月10号 然后到今年再一年的时间 除了店勤妈厨房 然后就是服饰 教会里面的一些事工这样子 哇塞 所以也真不得闲 对对对 你们真的是很忙哦 女汉子 女汉子 忙碌的服饰都是一直在关心别人对不对 对 当初就是感动到就是自己的孩子也是在那个读大学 然后看到有一些就是异地来的孩子都在读大学这样子 就想说有一个妈妈的爱 希望可以多关心他们 对对对 那你自己的家庭当中几个小孩呢 我目前的话就是两个 两个女儿 是您跟五哥 对对对 就是我带一个他带一个 那我的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老二就是五哥的 这是我先生的 然后他是今年又升高上 进入第二次的婚姻当中 其实你们遇到了蛮多的磨难 非常多 非常多 很多的磨合 非常多 以为说从此过着那个公子与丸子的那个幸福快乐的日子 没有 没有 只有发现说不是尽如人意吗 对 就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很多需要去学习跟克服的 对 充足家庭的真的很辛苦 但是今天感谢就是有这位神 对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从今天小情节的分享当中呢 也可以去思考一个事情 现在很流行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跟这个人究竟是不合适还是没有办法磨合呢 到底是不合还是无法磨合 今天也可以透过小情节的故事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那么小情节你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呢 我是在一个 其实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 应该算是基督化的一个家庭的里面 因为从小就是在大陆的一个很乡下的一个村庄里面长大的孩子 那妈妈生了五个孩子 我是全家最小 那因为爸爸的部分他是跑远洋的船 在家里的时间很短 一个月回来差不多三四天的时间这样子 然后又有出海 那妈妈变成说比较辛苦 那我是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 最小的上面有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然后妈妈是很期待说再生一个女儿 所以出生的时候我是被期待的 对我是被妈妈期待的 妈妈期待出生的时候呢 那就变成说很多的爱就会在我的身上 有没有什么是妈妈会给你的 但是不见得会给其他兄弟姐妹 因为我们农村那边就是等于农作物 都是吃地瓜啦 地瓜然后去演变成地瓜米 地瓜铅 地瓜演变很多的食物出来 但是白米饭是很少的 就是一年三大节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白米饭 那妈妈就是每一餐都会帮我炖了一点点白米饭 哇 就是哥哥他们姐姐他们都吃地瓜 所以你真的很受宠欸 对那我的部分就会中间就是地瓜中间 会蒸一点白米饭给我吃这样 会不会引起哥哥姐姐他们的不太好的反应啊 嫉妒啊 还OK妈妈教育很好 真的所以其他手足也很疼你 对很疼就变成说很宠爱 宠爱都变成厉害了 对 你需要做家事吗 没有 我到我第一任的婚姻结婚的时候回去都没有做家事 是一个小公主哦 对都没有 可是啊 为什么在一个这么爱护你的家庭 你是这么样的备受呵护 可是为什么你的自信心没有因此好像被建立起来呢 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三个哥哥跟一个姐姐都长得很帅跟很美 然后呢 我从小小时候出生就很丑 然后所有的 是你觉得自己丑 没有 从小是听邻居讲说 这个是从厕所报来的公厕 我们那边是公共厕所报来的 然后妈妈也讲 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丑 然后自己是从厕所报来的 对 然后就变成说自卑感就来了 自我形象就开始变得不好 其实在这个家里面我变成很 有点像霸王妹耶 因为就是变成说有点自卑 然后又是被溺爱的 所以就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肢体的行为 显得我是被重视的 对 我是在这个家里面是可以讲话很大声的 变成说一个很叛逆的一个孩子 所以你后来叛逆除了体现在家庭生活 一些言行举止之外 也会体现在学校生活 或是外面的人际关系里吗 有 很严重 就是我说的说 出去就是一句听不顺言的 或者不顺耳的 马上就开始就打架都有 哇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大姐头型的人物 对对对 后来妈妈长大 比如说都是混夜店嘛 混那个什么disco舞厅啊 那旁边都是跟一堆就是拉包包的啊 你的生活也很精彩哦 是很精彩 不过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嘛 是 虽然爸爸是跑远洋的 但是妈妈至少在家里面 陪伴着你们照顾着你们 那你们礼拜天会需要去教会做礼拜吗 跟着妈妈去 爸爸的话他回来 如果有碰到礼拜天的话 他一定会去 对那我小时候有跟着妈妈去教会 但是呢 有参加教会的演戏剧啊 那个私班啊 我没有受洗 我只是跟着妈妈去而已 记得有一次就是 我演的圣诞 在圣诞节演的那个 耶稣的妈妈 你演玛利亚 对对对 然后演的耶稣的妈妈就是玛利亚 演完了之后 晚上就跑去玩 圣诞节嘛 就去开party 妈妈就在后面讲说 就是说你早上给我演玛利亚 你晚上跑去夜店这样子去混 你这样荣耀神吗 那我就回答说 不是我要演 是他们要叫我演 所以我也没办法 我就照样一样跑去玩 以前的观念会觉得说 基督教是难人家很不自由 会限制这个限制那个的 就变成对基督教来 只能说进去里面 可以在这个房间的里面去玩乐 但是我不想被这个信仰去约束 现在的话才真正的明白到 原来他是真的就是一个爱跟得自由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体会 没有办法 这个层面吗 只觉得说哇 限制好多 对对对 然后特别是在 比方说外在打扮上面啊 所以像你那时候常常跑夜店 会不会在打扮上面会蛮劲爆的 有很劲爆 包含发型的部分 穿着的部分 然后去什么看电影啊 去任何的地方 他会都会有所 感觉有所限制 变成说很害怕去受洗 那感情上面呢 开始交男朋友啊 那个非常混乱 因为自卑嘛 然后自己觉得说很熟 那就想尽办法 又找帅哥嘛 所以在感情的上面 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非常的温暖 对 我想那个听众朋友呢 听到小琴姐呢 好像讲了蛮多次 觉得自己很丑 可能大家就会在脑海当中 勾勒小琴姐 到底长相是怎么样 会有很多的好奇 我现在要在这边讲 小琴姐长的是很美的 谢谢 真的很漂亮 非常年轻 谢谢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 很健康自我形象 看待自己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不好看 所以觉得好像比不上别人 然后就要用外在打扮啊 姐姐要很帅的男朋友啊 然后提升自我价值 对 哇那你这样常常交男朋友 那会不会也会常常经历一些 失恋的痛苦 没有耶 因为我都是抛弃别人在嫌啊 备胎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见你是很有魅力的女孩子 才有那么多男生 尬异地也好 是是 喜欢你 想要跟你交往这样 就是有点像那个野蛮女友这样子 那你第一段婚姻是几岁的时候结婚的啊 第一段婚姻是我在22岁的时候认识我先生 好年轻哦 对22岁 然后交往的两年 24岁我就来台湾 就这样子孤身嫁到台湾来 对 我也是第一任的婚姻 我也是把先生交往的一年半 我就带回去跟爸爸妈妈讲 这就是我结婚的对象 对 然后不是说给他们提意见可不可以 只是告诉他们答案这样 这么受到异性欢迎的小情节 为什么会愿意嫁给当时候的丈夫 因为可能是从小在爸爸的身上的爱 没有得着很多 父爱的部分比较缺少 所以说在先生的部分上面 我就是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 第一任的婚姻的先生 大我22岁 对大我22岁 但是外在的部分呢 他也是蛮帅的 就是以外在看 又不像他实际的年纪 那那时候就觉得说 年长的会比较呵护我 但是进入婚姻之后就发现说 哎呀 猪羊变色 发现怎么好像不是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 因为过来之后也才知道 他家里是佛教的 很大的一个佛塔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 再加上成长的背景不同 然后教育的文化的不同 然后年纪上面的差距 所以说很快 我们半年其实就开始有动手了 打打骂骂的 就已经问题出来了 其实这段婚姻的部分 在生完我大女儿之后 我们还维持了将近 总共是十年的时间 因为卡在于 我从小毕竟是在于 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 长大的孩子 所以说还是想说去呵护这个婚姻 但到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吵架跟打架打到 两个人一旦生气起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办法理智的 到最后就是十年的时候 就两个人就是也蛮平和的分手 那后来在基督信仰这个部分 怎么样真实的去体会到 耶稣的爱 所以你才愿意再回到教会 然后受洗啊 我应该是十六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嘛 然后就中间隔到三十四岁 三十四岁的时候 是我的人生最谷底 走到最谷底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个性还没有改变过来 所以很快就切入到 那个一段不被祝福的一个感情的里面 成了对方的一个家庭的第三者 把自己推入到一个深渊的里面 很痛苦 那个时候很痛苦 因为半年的时候就想说要分手 可是对方不放手 不放手的时候就开始又是一场暴力啊 这样子啊 整个就是因为控制啊 限制啊 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然后我就整个状况很糟糕 耳鸣啊 躁郁症啊 身体整个出状况了 然后想自杀 所有的问题 还有想跳楼自杀 然后也想说用自己的生命 去跟对方的全家拼了 全部都现在负面的一个想法的里面 精神的折磨真的很痛苦耶 很痛苦 所以后来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找到一个盼望的 甚至可以断掉这样 很奇妙 就是租房子的部分 刚好租房子租到一个教会的传道人 就是我现在的教会的传道人 旅传道 跟他分租 房东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传道人 我当下我就不愿意了 有点想逃泥 因为那个是我离开 16岁离开的时候 几乎没有跟传道人去接触过 然后呢 他就讲 我突然想到说 哇 我每一次回去娘家的时候 哥哥本身也是传道人 都会叫我受洗 我都跟他讲说 我晚不够 我又等到55岁以后再受洗 所以34岁的时候 就碰到这个传道人 然后我就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租这个房子 结果没想到 价格很让我就是可以接受 那我就住了 可是这个传道人 真的是神派的天使 就是在这个 看到我的生命的低谷 看到我的整个人的精神的状况 他就开始默默为我祷告 也是他带领我走进去 这个教会 刚开始他邀请的时候 我不愿意 我还跟他在那边冲起来了 我跟他说 你如果再叫我去教会 我就跟你不客气 请你明天之后 不准再提去教会 所以他就一直邀请 就好吧 一直邀 一直邀 然后我就不忍心 再散他的心 因为我也是很有个性 他就说 肯德基总经理吴美军 要来我们这边分享见证 但是这是一个餐会 就是去用餐的话 可能要付钱 他就说他请 他请我去 我就说不用 我有钱 然后他就很开心 他就好啊 我没想到 我就进去了去听了 听了之后 我就在吴美军的 整个的见证的过程当中 我就看到说 哇 他也是把他先生带回家 跟他妈妈讲说 这是我结婚的对象 然后离婚后呢 也是跟他妈妈讲说 我已经离婚了 在他的生命中 看到自己的影子 然后我就看到说 哇 他离婚后 怎么得了忧郁症 我就是得了躁郁症 这样子 那个医生就跟他说 我那个忧郁症的药 我只有治标不治本 所以你一定要去找一个信仰 就是基督教的信仰 才能办法 让你的忧郁症走出来 结果他去找了一个 那个他的好朋友 是雅甫的一个总经理 他的好姐妹 他是基督教的 他就把他带去教会 他在教会里面 他整个在圣经的里面 他就是读那个圣经 读神的话的过程当中 他竟然慢慢慢慢 他变得很喜乐 很平安 然后他的忧郁症得医治 然后他的婚姻就恢复了 他整个都是生命 就是带着全家到处去分享 哇我就很好奇 我那时候是好奇说 吴美军身上的这位神 生命中的这位神 是什么样的神 是我以前从小就已经接触过的吗 还是说是另外一位神 然后我就开始 愿意留下来走进教会 更深的想说去认识这位神 哇好棒哦 那么听众朋友 你会不会很好奇 当小情姐愿意留在这个教会里面 来更多认识这位 很奇妙的上帝之后 他的生命又会进入 什么样新的里程碑呢 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欧赞音乐所创作的 引我亲近你 待会儿我们要请小情姐 继续跟我们分享 很精彩的生命故事 因我亲近你 别让我远离 因我亲近你 主使我更爱你 因我亲近你 凡事都更新的心事 凡事都更新的心事 因我亲近你 因我亲近你 我快跑跟随你 我快跑跟随你 也歌声 也歌送秘密 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 英竹 我们继续来分享 林晓晴小姐的生命故事 跟你一起分租的 这一位传道人 她就常常邀请你去教会 听讲道 听故事 对方实在太热情了 而且很有毅力的邀请你 所以你就好吧 我就去 然后就听到一个 很棒的故事 引起了你对上帝的好奇心 你就决定留在这个教会 那你后来为什么 你不只留下来 而且你还愿意 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走进去教会之后 我开始就听诗歌 哇 我以前唱了很多流行歌曲 但流行歌曲的时候 也没有让我这么的舒服 也没有让我心这么的平静 然后我一唱诗歌的时候 我就整个眼泪就一直宽流 一直宽流 我总觉得说 只有这样的歌曲 就是诗歌才可以 抚慰我心里面的那个痛 那个苦 所以呢 我每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 我都借由诗歌 就不停的流泪 不停的流泪 因为我有参加一个 教会的一个营会 然后我就在营会的当中 我才知道说 哇 天父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 原来在这样子的 一个基督教的里面 我过去的观感 是受限制的 就限制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没有想到原来是爱 透过牧者的分享 才知道说 整本圣经那么厚 原来讲的就只有三个字 就是神是爱 他就是爱 那我才知道说 哇 原来有一个天上的父亲 是这么的爱我 然后我就在里面 就整个哭倒了 哭倒在天父的面前 像那个烂子回头 圣经里面 有一个烂子的故事 就自己像烂子一样 然后天父是张开手臂 一直在那边跟我说 孩子我爱你 我爱你 那个爱在地上的父亲 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那个爱让我好温暖 好温暖 非常的温暖 然后我就整个哭倒 在他的面前 狂哭 我把我所受的 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痛苦 我都在他面前 就是一次哭个够 然后透过圣经里面 有一句话 就是说 天里地有多高 我对你的爱 就有多么的深 东里西有多远 我让你的过反 就离你有多远 所以我过去变成说 我身上都自己认为 觉得说 做了很多得罪神的 包含人的观感 都是不好的 但是天父是 愿这样子的爱 来接纳我 来包容我 所以我在这样子的 感受的里面 就是心里面 得到这样子的 一个满足的时候 我就愿意说 我要来信靠这位神 哇 所以你在哭倒的当中 应该也感受到 好像自己所做的过犯 都被赦免的感觉 整个就是被赦免 然后我才知道说 哇原来有一个耶稣 是可以用他的生命 来为我 为我而死 然后让我的生命 可以恢复到 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就是 用我们人的眼光 去看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没有价值的 对 然后我们会在意 人的眼光 在意人的言语 何况我曾经就是 踏入过别人的 婚姻里面的第三者 所以说变成说 人的言语 一直在控 就是等于说 对我指控 就是我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一个人 但是没有想到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 信仰的里面 我感受到说 哇原来耶稣 这么的爱我 我愿意敞开心 我愿意去接受 这个耶稣 成为我生命的救助 然后他的宝血 就可以洗尽 我所有的过法 所以我就 当然了 我就紧紧抓住 智慧神 是 我就紧紧抓住神 然后我就在 这样子的里面 我才看到说 哇原来我的生命 是这样子的宝贝 因为神看我是 这么的宝贝 所以这个改变好大 我就想到圣经当中 有这么一节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 新的了 所以感谢神 我们的生命 都有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在后来小金姐 你一直在 这个教会当中 更多的学习 圣经的真理啊 然后在教会的里面 唱诗歌 敬拜上帝啊 然后参加小组啊 也开始有些 教会的服饰嘛 等等 什么时候又进入 第二次婚姻 而且你怎么会愿意 因为就是在这里面 就是享受到 主的爱 享受到 主的爱的同时呢 心情就变得很喜乐 是 变得很喜乐呢 然后就变成说 哎呀 对未来也变成说 心里充满着 有盼望 然后自然就会平安了 有平安了 那就觉得自己很OK了 然后我就觉得 大胆的就每一次 看到人家教会的 婚礼的时候 就很感动 前面人家新人在走 我在后面就默默祷告 我就跟神说 主啊 如果说有第二次的婚姻 有这样的机会 你如果愿意再赐给我一个 也是属于爱神的一个弟兄 那我就好期待 我也可以走教会的婚礼 我祷告就是说 求主给我一个爱神 爱我的女儿 跟爱我的弟兄 我只开这样子的条件 祷告了三年 所以后来就遇到五哥 对 就神很妙 神很妙 就先认识了五哥的朋友 之后就认识了五哥 那认识五哥之后 他是拜土地公的 很虔诚的一个拜土地公 拜土地公的时候 我就跟他传福音 传耶稣的爱给他 然后邀请他去教会 他比我以前那个 在敌档那个传道人的时候 更激烈 到第三个月 他说你后面的扩大战 你今天已经讲完了 从明天开始 你不准再提一句 邀请我去教会的事情 然后我就说 然后他说 我没有叫你跟我去拜拜 就不错了 你还叫我去教堂 就很妙 就是我们教会 都会有一些那个名人 所以他呢 就那个迪士尼的 那个动画大师 牛大为来 然后我就邀请他 哇他一听到名人 他就想来了 结果一看到 我这个名人身上的这位神 他也好奇了 他会想说 一个身份地位啊 各方面又有才华的人 为什么需要这位神 所以他就很好奇 他就开始 后来就是王建炫嘛 前行政院院长 王建炫有来我们教会 他就也来听 他就听完听完 听了两次之后就留下来 一年多时间就受洗了 那他有说他为什么决定要受洗吗 应该是他七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 在他七岁的时候 他爸爸就不在了 所以他七岁就变成 七岁以后 他就没有感受到那个父爱 所以呢 他根本也不知道说 父亲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个父爱是什么样子 然后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缺席的 这个父爱都是缺席的 因为走进教会之后 自己再感受到 也是有去参加一次 我们教会的大型的聚会 然后他在里面 才也是感受到说 哇原来有一个父亲的爱 是这么的伟大 也是能受到这样子的 他就是说 他后来又写了一个简讯给朋友 就是说小五已经找到天上的父亲 就是说烂子该回头了 所以他愿意就是因着这份的爱 他感受到他生命整个被满足 然后就愿意就是回头又受洗 所以五哥受洗了 那婆婆呢 婆婆怎么也愿意受洗啊 婆婆的部分很奇妙 就是因为我们是101年结婚的 101年结婚六月份 那我就跟神祷告说 我说如果说在我当天结婚的当天 如果说两家都是基督徒 那就很美好了 那婆婆是因为她信佛已经快六十年 六十年 那她的小孩都觉得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就觉得说 上帝一定会带领 然后我就祷告 祷告的时候神很没有 她打了15年的胰岛数 就是谭牛病打了15年的胰岛数 胰岛数的时候就在我101年6月份又结婚 她是在101年的1月份 她就突然一场紧急的状况住院了 住院了之后 我们教会牧师就去看她 然后为她祷告 然后问她说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那她就说好 结果她接受了之后呢 我们就走了就离开了 结果一生呢 过两天医生跟她说 你胰岛数不要打了 好神奇哦 对 打了15年了 医生就说你不用打了 你只要吃药就好了 结果她就相信说 哇 原来她拜了60年的神明 结果都没有搬到她 结果没想到她只要接受这个耶稣 她就就是胰岛数 一天照三餐打的那个针 都不用打了 只要吃药就好了 所以她就很快的在5月份就受洗了 然后6月份我们结婚的时候 她就是基督徒了 进入婚姻之后啊 重属家庭啊 确实是没有像我们一般的 比如说正常的第一任的婚姻 那样子那么单纯 我又带了一个女儿 她也带了一个女儿 我们四个人就是彼此的 又去不同的去了解彼此的个性 交叉的了解 所以很辛苦 包含生活的习惯啊 包含教养的孩子的问题 都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在 那刚开始以为说 我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嘛 共同的信仰 沟通上面都应该更简单 但没有想到 因为五哥的背景 也是不简单的 是 他的背景就是说 他以前就是 也是班派的坛主 非常有个性 那我以前也是等于算 我们那边也是算太妹一个嘛 也是很有个性的 也是非常有个性 对 那两个很有个性 就是等于像武当派 遇上俄美派嘛 好啊 武侠小说了 对对对 然后就是 男子汉碰到女汉子嘛 那两个人就是 一沟通起来 就是很快就擦出火花 因为都有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想法 彼此都不愿意谦卑下来 都不愿意低头 就变成说在沟通上面 我们在结婚半年的时间 我们就第一次开口 谈离婚了 有没有哪一次就是激烈到某一种程度 是会让你害怕的啊 因为我讲话也是 一旦生气的时候就得理不老了 这张舌头就是开始 咕咕咕咕咕咕咕 一直讲 然后他的部分就有的时候呢 就脾气一爆起来呢 就也会失控 他一次就是掐我的脖子 在吵架的时候 他就过来掐我的脖子 是又阻止我不要再讲话了 但是我就会很歇斯底里 那这个部分让我想到说 我前夫的部分 对我的阴影 因为前夫的部分 本身以前就是不讲话 你如果讲太多 可能他就是假暴 拳头就会过来这样子 所以像你们那个时候开始萌生想要离婚这个念头 而且争吵得这么厉害啊 那两个孩子呢 两个孩子他们都在旁边 还是他们就躲到房间 很辛苦 就是两个孩子几乎都躲在房间 那一次就是翘我脖子的时候 大女儿过来 大女儿过来抓着吴哥的手 我就叫他放下 吴哥当下又愣住了 有吓到 我当下也颠倒了 也吓到说 哇 怎么会给孩子有这么深的一个伤害 而且那时候的吓到 会不会还有一个 我们两部都是基督徒吗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发生了什么事 好了两个孩子呢 我们吵架就是有了第一次之后啊 之后的就很容易 因为那个等于说第一次的伤害 第一次言语的伤害 就是爆出来才知道说 哇 原来两个人可以讲到 这么的毒辣的话语 把就有的那个个性都拿出来 那孩子的部分啊 其实很受伤 那孩子在这个 虽然有跟我们去教会 结果后来孩子也开始慢慢慢慢 就是变成对这个信仰 对这位神就是变成冷漠了 会失去信心 对 因为他就说 我看不到这两个人 就是在爸爸妈妈身上 看不到这两个人身上有神 我一听到从孩子的嘴里面 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跟孩子很深的一个道歉 流着泪道歉 我跟他说 这位神一直都在 只是我们两个生命出问题了 所以我就跟两个孩子 真的是道歉 很深很深的道歉 所以那时候小清姐有察觉到说 其实你跟五哥 有一些的生命的课题 是要去面对的功课 因为我知道说 这个家如果说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那就不是靠我自己的想法跟做法去经营了 不能用我的方式 我应该就说 家里都会挂了一个鞭额嘛 基督是我家之主 可是没有给他当主 变成我们两个都在争那个主嘛 然后后来我就是 也是参加教会的一个大型的聚会 我就整个哭倒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第一次的婚姻失败 第二次的婚姻是站在神面前去立约的 当初牧师就有讲到一句话说 证婚的时候就说 你们两个的婚姻 可以成为一个爆发性的影响力 你这样子的重组的家庭 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是可以去祝福人的 结果我没想到说 我们婚姻怎么才结婚半脸的时间 怎么就提到要离婚 所以我就开始痛哭流涕 我哭到我整张脸都为血管爆掉 我告诉我自己说 我不要再把眼目放在先生跟 家庭的一些的问题身上 我一定要起来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先改变我自己 然后改变我自己的部分的上面 我改变我自己就是 要成为一个顺服的妻子 这也很不容易吧 顺服的妻子 吵架的时候 就是先生如果有开始生气的时候 我就开始尽量不开口了 我就让自己不开口 然后我就开始迫切的为先生跟孩子去祷告 为这个家庭的整个的氛围去祷告 很妙 神就开始做事在家里了 反过来 就先生这么开始 就是当我眼睛眼目不定睛在他身上 去看他的缺点 矫正他的问题的时候 反过来他变成更爱我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变成我好爱这位神 我好爱这位神的时候 变成我也好爱我先生 因为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美好 我就跟人的关系就变得更美好了 然后跟小孩之间的互动也更美好了 而且我觉得很美的是 开始学习仰望 更多的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 好像上帝也开始更多的感动 小情节 要去关心其他人 是 当我就是说 把眼目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就不放在这个先生身上的时候 我就看到说 哇 原来神在我生命当中的 所带领的 不单单只是有顾念这个家庭 顾念这个婚姻 我的生命是要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前三年的时间 前三年就是差不多在2015年 跨年祷告会 他就是等于说 为明年度的新年新希望去做祷告 神给我看见了就是说 我已经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幸福 这样子的一个爱 那大陆的姐妹有个那么多的 过来台湾 他们还有一样的 就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无助的里面 痛苦的里面 如果在父家的里面有那些的排挤 骑士 然后这些姐妹 其实她是无助的 那我竟然 我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感光 可以去依靠的 在这个神的里面 可以去依靠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喜乐 那我应该把这份爱 这份喜乐 这份平安再分享出去 从那样子的神给我这样子的感动的时候 我才开始去传福音 而且你不只是跟他们传福音 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小组 对路德小组 路德小组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路德小组就是一个外邦的女孩子 就是没有信主的女孩子 有一个就是 他讲的就是没有一个信主的 这个女孩子就是没有信主 然后他就跟着一个有信主的 就是信耶稣的一个婆婆这样子 后来他就是愿意同心同行跟着婆婆 就是一起找这份道路 所以很蒙福这样子 所以这个路德跟他婆婆关系应该特别好 非常好 所以来到这个小组的姐妹 就会成为一个蒙福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像我在看你们的故事 那个五哥发现说 奇怪 就我太太怎么开始改变这么多 本来那钱花在这个打扮上面 后来都花在佛音的事情上 我以前的就是一定顾念自己 把自己顾念 不管是头发 不管是衣服 不管是配件 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自己为主要的 就是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最特别的 就是自卑感很重 自我形象不好 一定要用外在的 外在的来提升自己的价值 那因为走出去的时候 看到哇大陆的姐妹的需要 所以呢 当我的生命就是变成说 先生给的因为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是失业的一年半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没有工作 对 在琴妈厨房之前 我是没有工作一年半 就是你用钱是从先生那边来的 那我就变成说 哇我突然就觉得说 把这你用钱省下来 我就不去买自己外在的东西 我就把钱放在 去帮忙这些大陆的姐妹 她们的需要 看到她们的喜乐 看到她们的开心 哇我都觉得我身上穿了好像好几十万 有架子的衣服 比那个还有架子 好棒喔 而且也感染到另一半 对不对 五哥也开始去关心别人了 是 因为大陆姐妹呢 她的另外一半呢 一定要有先生 要有弟兄 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就是先生去扶持 我不以去扶持 刚好有一个大陆姐妹 她是生了一个女儿 跟夫家那边几乎没什么的互动 但是她先生是在癌症的末期 最后三个月 那我在传福音给这个姐妹的时候 大陆的这个姐妹的时候 我刚开始还不知道她先生是得癌症 那后来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的时候 我先生就看到我这样子的热心 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她觉得说我不能待在家里 我不能这样子不动 我老婆都已经这样子的去分享这个爱 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在分享爱的时候 我生命中散发出来的是很喜乐 很快乐的 然后先生在旁边可以看得到 他就觉得说我太太变了 所以他也觉得说他不能这样子呆着 他也要去积极的 所以当我一提到说 这个三个月就是癌症末期的这个 吴大哥 他需要 需要你去载他去教会 你去载他去看医生 但是他考枪来的第四期 是讲话嘴巴一张开 是非常味道非常重 可是在车内的味道是循环的 我先生都没有不厌其烦的 就整个这样子去帮忙 去载看医生 帮忙去载这样子 去阳光运动公园去散步 然后来教会 煮日 福 这样子轮一帮 所以那时候我们又看到说哇先生也改变好多 好多 好多 然后吴大哥后来就是信主 他受洗 夫妻同一天受洗 受洗后的两周 他就是很平静 很平安的走了 很平安的走了 结果我先生哭啊 那个就是他整个他哭了 他才知道说哇原来真的很重要 又及时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又及时 对因为很多的人需要他才知道生命原来是这么脆弱的 所以传福音需要把握时机 在关键的时刻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他 或许你就改变了他整个一生了 那个吴大哥他有讲了 他就在受洗的当天 他就讲说小琴 我今天就是突然心中的那个的石头 有一块石头一直卡住他的胸口 他就说突然不动一下掉下来 他就笑出来了 我先生就问他说吴大哥你笑什么 他说我刚感觉我胸口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结果他那天晚上睡得非常好 他就跟我讲 他隔天的打电话跟我讲说 他那个对死亡的恐惧 对疾病的害怕 在这个生病过程的当中 他所有的一切的负面的想法 在受洗的当天晚上就没有了 你们夫妻俩都踏上传福音的路 这是一条幸福的道路 不只自己觉得很幸福 也让你们周围的人看见这个幸福所在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来聆听这首王芷蕾 所唱的幸福的路 歌曲过后呢 要请小琴姐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 他非常精彩的生命故事 梦漫漫世间之路 多少坎坎陷阻 放下盲目的追逐 让迷雾化为透亮的路逐 但遢迷雾的追逐 跳迷雾究成人生之路 relev zaj 7outarde Zumhargy 多少悲伤 komiser 谷垂 滯下慌乱的脚步 让乌云化为甘美的 spendingаксим儿 让乌云化为乾美的雨露 看哪是谁让你黯然居住 是谁总是为你开路 是谁让你黯然居住 为你开路 是慈爱的天赋 有了天赋的坑顾 每一棵树 每一片叶 都是随处盼睡的窗户 是慈爱的天赋 有了天赋的坑顾 每一条心 每一条河 都是通向幸福的路 非常开心和你相会在云彩飞样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儒 邀请你听听林晓晴小姐的生命故事 也想想自己的生命 晓晴姐我们要继续来谈您的生命的故事 您跟五哥 你们两个虽然二次的进入婚姻 虽然一刚开始经历了半年的磨难 当你们两个都愿意去关心别人 都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反而带给你们夫妻关系 什么样的改变呢 因为有一些人会想说 那你们都一起去关心别人 那原本的问题怎么办呢 因为变成说两个人都出去关心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回来的话题更多了 我们分享的话题更多了 我们所谈的话题更多了 然后话题谈到的是 我们都是给予的 那圣经也讲 私比受更为有福嘛 那因为我们就变成彼此不再看 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所缺乏的 我们所聊的都是 就是时间过得很充实 然后我们的话题呢 也谈得很丰富 谁谁谁谁谁 谁先生怎么了 谁谁谁 姐妹又怎么样 然后今天他们的快乐 或者他们所接受到的 所领受到的 哇 这些都是我们夫妻可以去分享的 那无形当中 我们所聊到的东西是喜乐的 所聊到的话题的过程当中 语气是开心的 是开朗的 两个孩子自来 也会在旁边听到 我们两个都是 现在都是成为一个爱的使者 这样子 分享爱的使者 真的好棒哦 当然有些人讲说 那原本的问题该怎么办的时候 所以反而就发现说 当你们更多去关心别人 跟先生有更多美好的话题 然后甚至你们还常常一起祷告嘛 对不对 是是 就为别人祷告啊 会不会就觉得说 好像自己原本很care的 很担心这些问题 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大 因为当你去看到外面的那些 每一个我们在帮助的人的 他们的问题 他们家庭的问题 他们婚姻的问题的时候 比我们是跟真的大很多 那我们这些呢 就是算小小小小小小的事情了 真的我们生命当中回头去看的时候 我们父亲俩 现在回头去想的时候 都觉得很好笑 以前说吵的 真的吵架很好笑 然后都一直在跟我们的教会的牧者 跟帮助我们的属灵的长者 我们一直跟他们说 真的辛苦他了 辛苦他们了 这些小事情 也把他们折腾的有够累 那时候婚姻出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弟兄姐妹 陪伴在你们身旁吗 有时候要陪到半夜 是是是 有的11点12点都是 随时扣随时来这样 很辛苦 但是其实真的回头去想 小小小小的问题 是 而且你刚刚说 当跟先生两个人彼此谈论 这些很美好的见证故事 或者为别人的需要祷告 两个女儿也在身边嘛 是 所以他们在无形当中 看到爸爸跟妈妈的改变了 会不会他们对上帝的一种观感 也开始改变 是 因为我们就是说 跟先生两个人 真的每一 都有真实的在孩子的面前 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 所以两个孩子也看到我们的诚意 也相信说这位神是存在着 那只是说这两个父母的脾气 个性 自己的部分又去修改 那我们后来就是 我们开始真的是把我们家庭 跟我们的婚姻就是交给神 所以我们家就开始 每个礼拜天的晚上 我一定是下厨煮一桌菜 那我们家里全家四个人 一定就是这个礼拜天的晚上 一定是全家坐在一起 然后来分享这上帝的爱 来分享我们出去这样子 传递这份爱 然后再感染到我们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现在都大了嘛 对不对 都大了 都在教会服事 本来他们也是觉得说 我不想要再去教会了 是是是 但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见证 所以还重新对上帝 燃起了希望 所以做基督徒的爸爸妈妈 你们的信仰生活真的很重要 确实很重要 是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要请小行姐来谈一谈 这个琴妈厨房是怎么开始的呢 琴妈厨房也是很妙 都不是在我的计划当中 我的以前的梦想 是想开一家服事点 服事点 把自己打扮美美的 然后穿的美美的这样子 然后开了一家美美的衣服的店 结果没想到我待业的一年半 我这过程当中 我都满于教会的服事 但是神很妙 就是我虽然待业一年半 神很祝福我先生的事业 因为他是做公共工程标案的 所以神很祝福他的事业的时候 让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心里就充满着平安 然后我们就去参加 这过程当中 我去过上海的服事 去过高雄的服事 然后我又去过韩国的一个聚会 一个大型的聚会 在韩国的聚会当中 教会的师母就有跟我讲 小心你这次回去 有不要去教会成根 成根是说在早晨一起灵修 就读圣经祷告这样 对 教会的就是一起大家敬拜 唱诗歌 读经 祷告这样子 六点 好早 对 那我当下我就听完了之后 我就说OK 所以我从韩国回来 去年五月份从韩国回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 我在这样子的一个早上 一早就去亲近神 就去亲近神的过程当中 神就让我 一直告诉我说 你要等候 你要等候 等候 就是神会给我一个应许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应许 是什么应许 所以在透过读圣经的过程当中 我就开始一直 就开始等候 等候等候等候 但是很妙 神就让我突然散过一个 在这前面 我又跟神祷告 我就说 神我要一个 寒暑假可以修 周修二旅 晚上可以参加聚会的 一家点 但我不知道什么点 我只是祷告这样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可以教会 可以做一些 满一些事工 然后晚上呢 就是小组的聚会啊 还有一些祷告会啊 可以为我们国家 为很多的事情祷告 这样子的聚会 我都可以去参加 然后我就跟神 这样祷告 结果 神就很妙 就在这样子的一个 早上乘导的过程当中 神给我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散过去 景文大学的画面 看到这间学校 所以你那时候还想说 嗯 怎么会看到这个 对 觉得蛮奇妙的 是 然后就是刚好 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也是在景文大学里面 当老师 我就问她 然后她就转递 那边总务的电话 但是我只是询问她 她就说 目前没有店面 我就想说 为什么神给我 这样子的画面 那我就在想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结果我就打电话 去问 结果她就说 现在美食街 都没有店面了 那我就说 哦 好 结果两天后 她就打给我说 美食街有店面了 你可以上来看 瞬间翻牌 但是我不知道 我又开什么店 我虽然有这家店面 可是我就是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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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卖什么东西 我根本没有失去 六月份看到这个店面 七月份就签约 但是九月份就有开幕 所以你两个月的时间 你就把这整家店弄好 学校给我限定的时间 就是在七月的初 你就是一定要答复 然后又签约 你要卖什么产品 马上报给他 但是我想不到 可是神 就是上帝又给我 看见很妙 就是说找教会 有一个弟兄 他刚好刚开始 他是卖那个面线 大产面线 他说你就是叫我 就是很深的感动 叫我打电话给他 请他教我 可是他不教 他已经开店 开五年 生意好好 他任何人他都不教 再好的朋友都不教 可是当上帝感动我的时候 我打给这个弟兄的时候 他们夫妻男的时候 马上愿意交 真的很神奇 果然上帝一出手 就是有没有 真的 他马上就愿意交 然后我隔天的下午就签约了 这是我第一个产品 就是学校通过了 后来就是开始慢慢延伸出来的 什么不占气油饭 我都没做过的产品 但是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就是神很明确告诉我 就是里面有明确告诉我说 这个加几次 那个加几次 那个加多少 那个加多少 我多加 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够了 结果我产品一调出来的之后 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尖叫 太好吃了 怎么这么好吃 对 我也好想吃一下 然后现在就是学校里面 学生就是火红的一个产品之一 怎么样去喂饱他们的肚腹之外呢 还可以关心他们的心灵 我觉得这不容易 其实当初在取名字 取这个琴妈这个名字的部分 我想过很多圣经的里面的一些的名称 但是神很妙 就是一直跳琴妈厨房 琴妈厨房 那我那时候在想说 为什么要请妈厨房 可以哈拉厨房 路的厨房 很多的厨房 但是为什么要请妈 后面就会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 就是这些异地的孩子 异乡的孩子 来到学校里面 妈很亲切 妈很亲切 然后他们就会感觉 一叫到妈 就好像找到自己的妈妈 就好像就有妈妈的味道 一个妈妈的角色 是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关心孩子 呵护孩子 温暖的角色 温暖的 爱的 就是爱他们 变成说孩子来到我的店里面的时候 又么就是琴妈 又么妈咪 又么妈 真的现在孩子叫 称呼就是这几样 然后就是很自然 然后他就会很自然说 琴妈 我今天肚子有点饿 很自然 然后我就说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因为我就会多给他们 你就知道说这家店 虽然说他也是需要盈利 没有错 更重要的是你 你很关心这些孩子们 他们心灵 甚至包括说 他们生命里面的这些需要 我当初的出发点 又开店的时候 就是神灵给我一家店 但是让我这家店 可以传递他的爱 所以我的招牌 就是上面都会写 耶稣爱你 就直接写一个很大的 那个耶稣爱你这样子 那我因为我出发点 我相信说 当我在给人的时候 上帝必定会给我 所以我不会去 再去回头去看说 我够不够 我有没有缺乏 我都觉得说 今天上帝要透过这家店 让我去成为一个爱的出口 传递爱的出口的时候 我相信上帝会祝福这家店 所以我就是很平安 很喜乐的心 去给这些孩子 就是跟这些孩子的关系的互动啊 不管是饮食上面的 给他们额外的吃的啊什么 我都觉得那个相处起来 那个胜过 我可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子 是 有的孩子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就这样认识主耶稣 然后也就这样受洗了 是 也可能就是 他感受到这家店 跟别家店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学 教会本身也有一个警闻团契 也有一个警闻团契 那里面就是 也是一样 就是分享很多的爱 都是无条件的 在煮一堆的东西 给这些孩子吃 那我觉得说 有的时候来我店里面的孩子 要么就是大陆的 大陆圣 路圣 有没有马来西亚过来的 有没有是从高雄上来的 这些孩子都是一个学期 有的时候才回去一次 回去两次 几乎跟家里人的互动 跟妈妈在妈妈身边的那种 真的是少之要少 所以我就说 那传递这些爱给他们的时候 跟他们讲 分享 只有这份爱 才能解除掉他们生命当中的 那个思乡之情 跟那个 怎么讲 孤单感 我在中间就是牵线 再把它牵到警闻团契的里面 警闻团契的里面 那里面都是年轻人 他们的生命就是 以前也是在警闻学校的里面 得到这份耶稣的爱 然后他们的生命 现在就是也是成为 祝福这些孩子的生命 琴妈厨房成为 许多孩子们的祝福 也透过您的生命的一个见证 就是让更多人听见说 哇上帝所做的事情 真的是超乎人的所求所向 而且真的就是 垂听您当时候 在寻找要开店 然后希望可以符合 您所期待的时间 因为他寒假跟暑假就有休 周休二日嘛 然后平常晚上 你可以参加祷告会啊 小组 去年的时候呢 小清姐也有对上帝 做一个祷告 就是希望自己 可以更多的传福音嘛 传福音到地极 是是是 我也是一样 就是在去年的 12月31号 就是为新年新希望 这样祷告 那我都希望 每一年我都希望 神是在我的生命当中 去扩张 去做更多的心事 在我的生命当中 对 那我的生命就是 不断的被神来提升 成为一个很丰盛的神明 然后我就跟神说 我可以 今年就是 今年新的一年 我要为神来做 见证到地极 那我不知道地极 有多远嘛 那我很妙 就是当我有这样子的 祷告的时候 刚开始就是基督教的金绿报 就走上门来 请我分享我生命的竞争 我就觉得说 哇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那因为我的故事本身 在教会的里面 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上海啊 高雄啊 都不停地在讲 那没想到说 在今年的六月份 神就拆派我去到南非 就是非洲 然后非洲 我们这一次 我们就是 也是刚从非洲回来嘛 就跑了三个国家 去分享很多神在我生命当中的 这份爱这样子 这份祝福 上帝又垂听了你的祷告 传福音到地极 不是只有单单在台湾而已 还可以飞到国外去分享 然后透过媒体啊 基督教金日报 然后以及今天来到了 就问之声 云彩飞扬 分享你的故事 透过广播节目 更多的向别人来诉说 上帝这份独一无二的爱 是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 最后啊 能不能请小琴姐 你有一件 你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 也来鼓励 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 盼望他们的生命 也可以经历这样的丰盛 因为我现在很确认 我自己的生命 是上帝的宝贝女儿 那所以说在主的里面呢 因为我得到着永生的生命 跟永恒的一个盼望 所以我真的是 更加的就是 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丰盛的生命 这是我以前都想不到的 我过去都想不到的 但是呢 圣经上面有说 这是在约翰福音 十章十节有说 盗宅内无非是偷窃 杀害坏坏 但是我来了 是要教养得生命 所以说呢 以前的生命 就是属于 活在这样子的 一个负面的里面 当我没想到 我的生命 领受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让我的生命 得到这么的丰盛 是可以成为一个 祝福人的生命 不只是得到新的生命 还可以得得更丰盛 真是太美好了 是的 今天真的很感谢 小清姐来到云彩飞扬 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 而且要特别谢谢 小清姐 愿意授权给我们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故事 觉得哇 太棒了 你想要和别人分享 你不只可以透过 救恩之身的官网 来下载今天的节目 那么你也可以 跟我们来索取 云彩飞扬见证故事CD 因为我们有把 今天的见证 纳入在 这个云彩飞扬 见证事工当中 所以很欢迎你来索取 那当然如果你希望 对于基督教的真理 更多的认识 虎丽你可以参加一个课程 是救恩圣经 寒寿学校 我们有圣经老师 带领你循序渐进的 来了解基督信仰 所以不论你是希望 来上这个课 或者是你要来索取 今天的故事CD 欢迎你跟 云如联络 电话请播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 台北邮政 44支 80号信箱 请著名 云彩飞扬节目收 和写给我 云如收 当然你也可以 透过LINE 透过微信 还有救恩之身的 APP 都可以收听到 今天的很精彩的故事 可以下载 可以分享 今天的节目 再次的感谢 小琴姐来到我们的当中 谢谢你 谢谢 所以天空朋友 不要忘了 也要分享今天的 见证给别人 那么我们就下一次 云彩飞扬 空中再会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次看到你 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 人的游闲在他里头却是疯复 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 还能唱着诗歌 弹琴赞美住 握着你的手 我握住了幸福 我看见你的笑容 带着温暖温度 说过布莱宾 说过布莱宾 一起渡过高山地谷 我们答应过 要一起服侍住 握着你的手 我握住了幸福 相爱的誓言 一辈子要守得住 我们约定好 要紧紧跟随耶稣 牵手周晚人生的每一步 agem 请不吝点赞美住 明天啊 感谢观看